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茶花 我这一盆茶花上个月跟大家分享过 开花的时候非常鲜艳 而且这个花头非常大个 开办之后 经过了修剪之后 它现在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 看一下 而且这里还有花苞 看一下 这些都是花苞来的 不是新芽 这个是花苞来的 看一下 这里冒出非常粗壮的新芽 而这里已经冒出了花苞 这个是新芽 不是花苞来的 我们要分清楚 新芽的头是比较尖 而花苞的头是又圆又大的 这个茶花它冒出了花苞 同时又长出了新芽 它稍耗的养分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在养护过程中 没有满足它的所需求 就会导致它生长的比较缓慢 而且这个花苞曲曲不会长大 这个新芽它就会慢慢的变黄 干枯掉 每个枝头都会冒出了新芽 所以它稍耗的养分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补充养分 补什么肥料好呢 那么现在它已经长叶了 我们就不用以氮肥为主了 主要的就是氮磷甲肥为主了 我们就使用一些复合肥 这种复合肥它是塑胶复合肥 它里面所含的氮磷甲元素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它还含有其他微量元素 比如硫磅 芯 氧化酶 这些微量元素都能够补充 叶片上的某一种元素 而且让它长得更加浓粒硬朗 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要根据盆内的大小就可以给它适用 像这个盆那么小的话 我们取20粒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把它沿着盆边慢慢的撒入 不要靠根部那么近 以免烧根 因为茶花它是非常多的根翅 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一步 我们给它吸完肥就给它撒一些水物上去 这样子就有利于它溶解的更快 释放的养分更快 茶花它就会失收更快的养分 能让它长得更加倦账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茶花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